好這邊感謝小傑幫我們提供了 Nana Zeno 台賽七大罪派對 要來通關我們這次的眼夢LV2 好那影片是小傑自己快轉的啦 我這邊沒有動到任何的設定 好第一關左邊是大禹等於八康 轉著的時候才會顯示問號 那右邊是只要打死左邊 就會自己跟著自殺了 好這邊一個精彩的蝶珠 帶走沒問題喔 好再來第二關是25%盾 那這邊的話燃燒四個位置班也不怕 就直接轉就可以了 好再來這邊 第三個回合 第二個回合 好有打破億就表示有打到25%了 這隻的血大概在4億左右 好這邊開了一隻班下去了 好一連恩也開下去了 好這邊版面轉得非常漂亮喔 好再來火星同等盾 好這邊火珠有點卡住了喔 好這邊開了唐幾樓 好火星要同等齁 所以 OK 好這邊天將來到12康 沒有帶走有點可惜齁 沒有再多疊一康 好第三關是鎖定圍城 然後木珠是不能被消除的 來這邊要怎麼出招呢 來這邊要怎麼出招呢 好直接轉是不是 開龍克解掉嗎 開龍克解掉嗎 這邊開了班跟我們的慈愛 好龍克催下去了齁 OK這邊帶走打了兩百億出去齁 再來是宮前盾 這邊班的話有無視中毒啦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齁 好但是回復變零 來這邊開一連恩跟班 好加combo 然後吸攻擊 好帶走沒問題齁 打了三百億出去 來接著是五鼠盾不能守消光 好這邊直接開炭治郎的那個 變身前技衣 然後變身後也一消開下去這樣子 直接無視掉齁 OK 又是打了一個三百億 好接著第二隊輪到我們金恩 我們的怠惰之罪金恩齁 好金恩這邊是那個 目光星都有兼具回血的效果 第一個遇到的這邊是 手消六七八combo盾 好就慢慢把他帶走就好 好第二隻是光屬性的 呃 光屬性的機師阿 是妖精齁 然後再來翡翠 戴安娜跟 色域之罪 哥賽爾 好來這邊三鼠盾線 然後還有一個點燃盾 好這邊你只要持續的去消到光暗珠齁 沒有辦法對他造成傷害的話 他也不會越戰越強 好這邊開金恩下去了 好機師也開下去 好翡翠一個關開 好這樣有三鼠 可是場上光珠有點多齁 好龍克也開下去了 OK 因為這邊是沒有點燃他的齁 所以傷害就是要硬去吹出來了 好這邊帶走 打了24億 好接著是鬼姬黏斧齁齁 這邊直接開戴安娜的牌珠了 好這黏斧不是持續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點點 好差一點點齁 來這邊再開一隻金恩 對這個黏斧就比較像是那個了啦 比較像是燃燒尾巴的那一個 OK好那右邊打掉左邊右邊的扣血100齁 這邊直接開 靈槍下去了 好直接帶走 來第八關不能手消火的部分 翡翠直接關一個炸 關招子的一個炸板齁 好那這個打你之後會 直行橫行輪流轉火這樣子 這邊看起來是要再稍微洗一下技能齁 來翡翠又把他開下去了 對因為不能手消疊珠的話就會影響到 金恩的那個天將了 好這邊繼續疊齁 好來這邊直接開金恩的1技加2技下去了齁 好這邊直接一個加combo然後追打 灌過去37億 來手消全反盾 這邊一樣是金恩在開下去 基斯也開下去 戴安娜也開下去了 OK 來這邊要不要把龍克也吹下去 吼吹了齁 因為這邊有電擊盾啊 你沒有對他電擊的話 傷害就是只剩10%這樣子齁 好帶走 哇這邊打了200億啊 好接著換我們七大罪的 單舊賞齁 團長齁 美里奧達斯 好這邊是父親大人盾齁 就是敵方是什麼屬性你就去疊什麼珠子 現在轉成火就疊火 好接著是木 這一關比較要小心的是 他是水火木暗這樣轉齁 所以第四回合要記得去疊暗 好就是這時候 不然你如果這時候去疊光 然後不小心消到暗那就爆炸了 OK 好來接著鐵扇有開下去 疊光珠 OK 他這邊到底是一個全魔的配置齁 所以薩斯姆可以再撐血量 來手銷全木 然後手銷多種減傷好 這邊也是直接把龍克吹下去了 好然後順便把暗珠濾掉齁 欸沒有他是弄木珠出來阿 這樣應該不算濾暗珠 我想說他會直接進關有沒有 好這邊開了沃瓦道 然後美里奧達斯變身 這樣被撿到25%灌過去沒問題齁 欸沒有啦其實也還沒進眼夢阿 所以不用濾掉暗珠 他剛剛應該是濾木珠出來齁 好手銷山鼠跟手銷光暗 這邊看起來是要先處理光暗的問題齁 OK 好山鼠這一隻現在繼承了 來開一個全反擊 好變身也開下去了 好這個傷害沒問題齁 好58億 來接著不能手銷暗 整隊都是魔齁齁 就不會睡著了 然後加上美里奧達斯隊伍技的關係 變身前是路過去變成強化珠 然後變身後直接變魔牆齁 好再來2-3盾 這邊如果握瓦道是有跳折的話 是可以直接用特殊轉法轉2-3的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稍微數一下 這一隊也有閉眼轉珠啦 所以OK的 好這邊直接帶走 來接著10combo齁 感謝小潔幫我們提供了這一隊 提供了這三隊 七大罪派對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齁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龍克下去的傷害有多少 對艾德的話是有無視固定連擊的齁 好感謝大家也感謝小潔齁 掰撲